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就像费翔这歌给唱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那着了吧 还有的人说不光是原因 你听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歌前动 甚至像那救火车似的 本来这救火车要去大江岭救火 还说让费翔一句话给截着了 没去就成 所以这把火再着起来 当然这属于开玩笑 但这个玩笑流传也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费翔本人实在是太火了 这个歌本身太火了 费翔我们知道是混血儿 他爸爸是美国人 他母亲呢在台湾 他姥姥呢是山东间台人 他母亲跟他姥姥呢也都得有几十年没见 那八七春晚咱们的主题 我们知道这个九七年香港会归什么的 每年春晚都要体现团圆的主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觉得费翔一个混血儿 他母亲在台湾 他姥姥在盐台 都请到现场嘛 多好个主题啊 而且费翔据说在百老汇都能唱 也确实不错 当时春晚审查呢 先审查费翔的头一个歌 既然你这是够主旋律 好 你可以唱春晚 你头一个唱什么 故乡的云 咱们不少朋友都会 天边跳过故乡的云 这是反应 这时候费翔就在台上 在审查过程当中 唱了这个冬天里的把火 所以当时导演一看 好 这歌我留了 就这么的呢 他决定留了 和领导那边汇报 领导说 这歌倒行 歌词也没问题 你就像那天上行星最亮的一颗 明亮不闪烁 歌送爱情 这没问题没问题 但有一样啊 这歌我看他在那直晃的 你让他在台上唱的时候稳当点 其实什么意思呢 歌东北话说就是在台上你少嘚瑟 让费翔稳稳稳当当的 就这么的呢 这两首歌不都通过审查了吗 到了春晚直播的现场 先唱故乡的云 底下鼓掌叫好 这歌好 海外有子思乡 唱完这歌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 冬天里的一把火 他人来风 好的演员 越是把现场直播的时候 他越来劲 你现在跟现场这几个机位说一下 不给他远景啊 不给他大拳 就给他特写 给他脸部表情 身上局部的动作啊 不给全景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看到 八七版 我们说 这样的风格从哪来呢 你看费翔在台上 东领西领这个 你别忘了费翔的文化背景 他来自美国 在百老汇当演员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美国谁最火的 迈克尔杰逊 所以说费翔在台上 东领西领这些动作是跟谁学的 跟迈克尔杰逊 迈克尔杰逊当年的舞蹈 绝对对对是一派同时 等之前没有人这么跳舞才能 你看费翔 又这个 又这个 又拧又什么的 基本都是迈克尔杰逊那套的前台 然后费翔不仅这个舞蹈 让大陆的青少年看着觉得新奇 真漂亮 这种潇洒的台风 这种自我陶醉的感觉 更主要一点呢 费翔当时的啥子 本来这个混血就漂亮 鼻梁高挺就很英俊 再加上费翔弄了一个爆炸头 这种爆炸头当时在美国也很流行 我记得八年代中期的时候 美国NBA有些人就输这种头 当时就有不少大陆的青年人模仿在这头上 可是问题呢 这头型爆炸时 头发挺特别厚 咱们那个时候啊 咱说实在的 卫生条件也不大好 有的地方灰尘特别大 年轻人输这头啊 时间一长来 出点汗 全摘上来 据说有不少输费翔头的年轻人啊 为这些书头都输舌好几把书 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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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当时费翔火到什么程度 那么费翔这个时候呢 是把这个流行歌曲啊 这属于进歌热舞 给带到这个舞台上来了 在全中国范围活起来了 那么其实流行歌曲 这是八期春晚 再往前倒几年 你别说热舞啊 这个歌本身稍微粘点小字 粘点爱情 那时候都挺难上春晚这舞台 那么在春晚上 第一次把流行歌曲这四个字打开的是谁 是李五一 这个咱就得说到八三年春节粮晚会 就是第一届春节粮晚会 当时八三年春节粮晚会呢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单位职工啊 在食堂围着桌子搬两把凳子 开粮晚会差不多 那么当时晚会得选大家最欢迎的人来给大伙唱歌 最火的谁呢 李五一 李五一来了就准备了六首歌 那个时候春晚一人唱好多首 李五一准备六首歌 这六首歌里头呢 没有当时最受欢迎的香链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人指责 香链有小字请调 有点接近邓立军的秘密之音 那么在春晚上怎么他就能唱出来呢 当时的春晚呢 晚上播 那么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设置了四部热线电话 各位观众 今天晚上 本台采用现场实况直播的方式 为您播出春节粮晚晚会的文艺节目 为了使您能够欣赏到自己喜欢的文艺节目 我们在现场安装了四部电话 供电视观众点播节目使用 就是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往热线电话里打 你点播 你点谁 我们就去给你找了谁 当时的热线电话呢 不像现在手机什么的 那就是拨打这种固定电话 把那电话线都打着直 用不停的电话进来 然后接线员呢 接过来问 喂 你好 你希望听到谁的歌或者谁的相声 那边告诉 这边就用调记下来 记完了之后呢 折上 放到旁边盘子里 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 一会儿功夫一大盘子 就端到了导演黄一鹤的办公桌上 黄一鹤一个个往开打呀 一看这个 响链 点播了李五一这响链 再打开一个 响链 再打开一个 响链 怎么都响链 再打开一个 这不是 这是点唱李五一的响链 还是响链 差点都能把我憋死 他们点播香链 这么多人点香链 黄一鹤就想 这事得请示领导 据说都请示到网上 当时叫广播电影电视部 请示到那一集不领导 当时的不领导很开明 可以唱 就这么着李五一 在春晚上把这个香链唱出来 明天将来临 却能够和你相同 只要我帮我 送起我的神情 唱完了以后呢 哎呀 有不少的这个 呃 观众往进打电话 也有写信的 说我们佩服你中央电视台 在这个时候 该引领风气之先 所以从香链那时候开始啊 真正的流行歌曲 才开始进入到大雅之堂 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百花齐放的局面 当然说到春晚对流行歌曲的奉献 还有一点咱不能不提 八十年代春晚开创了一个歌曲 就是每届春晚呢 都从八四年开始都得请港台的歌星来 当时到了八四年春晚的时候呢 请了两位香港的歌星 男的叫张明敏 女的叫西秀兰 尤其是当时张明敏 她这一取我的中国心呢 风靡全国 可是为什么偏偏就请了张明敏呢 哎 这说起来这故事很有意思 当时春晚的导演就考虑 这不改革开放了吗 咱们也别帮在北方选节目 咱往南方去啊 那东南沿海地区